大家好,我是K猫,欢迎回到看电影了没?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寄生于何生亮的故事,莫扎特传 这部电影是K戏人王军推荐的,么么哒 一代音乐大师安东尼奥赛利里年老师疯疯癫癫 他大喊大叫,莫扎特,原谅我,我承认是我杀了你 他口中的莫扎特就是那个创作出以闪衣衫亮晶晶变奏曲的旷世器材 莫扎特四岁写些奏曲,七岁完全交响乐,十二岁就能创作出完整的歌曲 他父亲是宫廷作曲家,不遗余力地培养莫扎特,骄傲地向识人展示儿子的天赋 当音乐神童莫扎特蒙着眼睛在国王校宗面前表演 萨利里还在和普通小孩满大街的胡闹 莫扎特的出生是萨利里所羡慕的 萨利里的父亲不仅不懂音乐,还觉得声名远播的莫扎特不过是被训练出来的杂气团猴子 年少的萨利里无力反抗父亲,只能向上帝祈祷 他以自己作为交换,愿意一辈子向上帝尽忠,只求能学音乐 没想到父亲被噎死了,他如愿以偿,离开仨,到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 摇身一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御用作曲家 萨利里觉得上帝听到了他的祈求,于是谨尊和上帝的契约 严守教条,不仅女色,日夜工作,每次作文曲,他都会感谢上帝的恩赐 可一本正经的萨利里却是甜如命 那些名目花哨如维纳斯的乳头的甜品 就像是他极力克制七情六欲后的宣泄口 直到他看到了莫扎特,他开始质疑上帝对他的仁慈 莫扎特看起来吊儿郎当,满口屋檐会语,和女孩子私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音乐天才? 可当萨利里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时,却又不得不相信 这的确是上帝的声音 他开始质问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选了这样一个下流胚子做自己的使者 他这么多年苦行僧班的努力,又算什么? 从此,他开始和莫扎特暗暗叫醒 而不安勾心斗角的莫扎特,不仅看不出萨利里的嫉妒 甚至还改了萨利里为他做的欢迎曲 他应国王的邀请,冲着喜剧歌剧《后宫又逃》 竟大胆地抛弃了歌剧惯用的语言《意大利语》 改用奥地利通用的德语 这点正和国王利益 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事设定在土耳其后宫 要知道当时欧洲人笔下的土耳其后宫 就像妓院一样淫乱声明 这样严肃保守的老派作学家 罗森堡公爵倒吸了一口凉气 连当初举介莫扎特的 凡是微灯公学都觉得这个题材难灯大雅之堂 可莫扎特觉得这个设定 充分体现了德意志精神,爱 而那些所谓的意大利歌剧 不过是一对肥胖的情侣 在边飙高音边翻百艳 简直就是拉姐 国王终于被莫扎特说服了 后宫又逃果然大获成功 连萨利里暗恋的卡瓦里瑞夫人也倾慕莫扎特 萨利里心中的度货熊熊燃烧 她向上帝气道 让莫扎特离开维也纳 可上帝这次似乎也不听她的 而莫扎特既有后宫又逃的成功 不仅摆脱了直当她是音乐奴仆的萨尔茨堡主教 还在维也纳定居 娶了康斯坦斯 莫扎特想要征服维也纳 因为征服了音乐之都维也纳 也就征服了全世界 充满创作激情的莫扎特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她将命途多舛 父亲因为她不再受约束 不仅不回故乡 还在维也纳私自成婚 对她心生嫌隙 新婚妻子虽然欣赏她的才华 却也希望借由她的才华过上上流的生活 可她们花销过大 根本入不敷出 而萨列里还暗中捣鬼 原本国王指派莫扎特 当伊丽莎白公主的老师 却因萨列里的依据不能寻思 让莫扎特提交索品 给保守的委员会评审 心心高好的莫扎特 赌气地拒绝了 康斯坦斯不愿丈夫丢了这份肥差 就背着丈夫 带着索品机 求萨列里帮忙 萨列里没有想到这些是莫扎特的原稿 因为乐谱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的修改痕迹 好像曲斯已在莫扎特的脑中成型 她只需要默写下来 而这些音乐都是前所未有的育儿音乐 换了任何一个音符 改了任何一段音节 都会破坏她的完美 萨列里本就不可能帮莫扎特 于是她让康斯坦斯晚上再来一趟 故意暗示她以肉体换取丈夫的工作 天知道萨列里的癥结是属于上帝的 她一整晚都在向上帝祈祷 希望康斯坦斯知难而退 没想到康斯坦斯真的来了 还向自己拨得一丝不挂 这样萨列里更加的愤怒 她赶走了康斯坦斯 她不明白为什么莫扎特 能得到所有人的偏爱 她觉得这是上帝对她的羞辱 既然上帝背弃了她 那么她就要毁到上帝在这世上的代言人 莫扎特 她在国王面前重伤莫扎特 调戏女学生 这下莫扎特连普通学生都招不到了 也就没有了稳定的收入 乌楼偏逢林业语 这个时候妻子怀孕了 为了生计 被蒙在鼓里的莫扎特 只能跑去找萨列里借钱 萨列里没有借给她钱 倒是给她介绍了一个客户 可那家子养了很多狗 莫扎特几乎就是谈情给狗听的 情声与犬吠 此起彼伏 无疑是在虚无莫扎特的才华 莫扎特不然离席 听心乐观的莫扎特 并没有为五斗米折腰 他知道 等到他孕浪的大作面试时 生活的问题自然宁愿而解 他继续带着妻子参加派对 有人提议谈萨列里的曲子 莫扎特玩心大气 没正经地模仿萨列里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个提议的人愣住了 他是萨列里 这满汤刺耳的笑声在他听来 就是上帝对他这个庸才的取笑 进行的笑吧 莫扎特要为这些笑声付出代价的 莫扎特的母亲死后 父亲来维也纳找莫扎特 恭喜却互相看不顺眼 莫扎特下在中间 左右为难 为了钱更是不停地吵 萨列里匿名给莫扎特 安插了一个女仆 妻子一想到自己不用做家务 就让这个陌生人进了门 萨列里就此得知 莫扎特酝酿的大作 就是国王明令禁止的歌剧 《非加罗的婚礼》 小报告很快就传到了国王的耳中 致力于帝国改革的国王告诉莫扎特 这出歌剧是在挑拨阶级冲突 莫扎特一边强调 已经删掉歌剧里的政治成分 改编成一出仅关于爱的喜剧 一边手舞足蹈地给国王介绍 他将如何呈现多人重场 莫扎特想要谱写 更接地气的普通人的故事 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神话传说 这一点和试图剥夺 宗教世俗权利的国王不谋而合 国王听完莫扎特的主张 竟推翻了自己的禁令 接近了费加罗的婚礼 不能阻止莫扎特的新剧上演 萨列里就破坏他 他暗示委员会 国王兴致在歌剧中跳芭蕾 早就看莫扎特不顺眼的 罗森堡公爵 借此肆意篡改 费加罗的婚礼 人算不如天算 从不看彩排的国王 竟跑来看彩排 一看这个四不像的歌剧 再次推翻了自己的禁令 允许歌剧中跳芭蕾 被还原后的费加罗的婚礼 大胆精彩 优扬弯转的每一声 令萨列里颤抖 每一个音符都让萨列里 倍感挫折 可因为时长过长 国王看到末聊时 打了一个哈欠 这个哈欠意味着 这出歌剧只能上演九次 这总算让萨列里 稍微感到心理平衡 而且他的新作 被国王当众表扬为 有史以来最好的歌剧 没过多久 莫扎特的父亲死了 悲痛万分的莫扎特 创作了他最黑暗的歌剧 《弹荒》 可怕的鬼魂在舞台上站了起来 戏剧落幕 只换来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种艺术的张力 大众根本就不明白 唯有萨列里懂得莫扎特 那是莫扎特唤醒的父亲 在世人面前指责自己 他听得出来 即使莫扎特的父亲死了 人在精神上 像操纵傀儡一样 控制着莫扎特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 彻底毁掉莫扎特的方法 萨列里扮作莫扎特父亲的样子 乔装成神秘人 出钱让莫扎特为死者 创作安魂曲 看着神次父亲的神秘人 莫扎特惊恐万分 他一直觉得父亲临死 都没有原谅自己 但穷途末路的他 还是收钱接下了这份差事 萨列里的计划 是在莫扎特完成安魂曲后 想办法弄死莫扎特 将安魂曲占为自由 他要在莫扎特的葬礼上 演奏这首安魂曲 伟大的死亡弥撒一咒想 连上帝都不得不证实他 萨列里还来不及动手 父亲的死和生活上的困顿 早就在侵蚀莫扎特的生命 妻子为了钱 只同意他接神秘人的安魂曲 他不明白 这是在无形地谋杀莫扎特 为了创作的灵感 莫扎特整日酗酒 丈母娘看到他穷困潦倒 一改先前对他的膜拜 怂恿康斯坦斯带着孩子离开他 甚至对他不留情面的破口大骂 没想到 他的骂声竟给了莫扎特 创作歌剧《摩迪的灵感》 可是莫扎特的身体早已透支 摩迪演出中途 他还是倒下了 在演出现场的萨列里 将莫扎特送回家 演出结束后 剧院送来了演出的报酬 没想到萨列里谎称 是一个神秘人给的钱 如果再明晚完成安婚曲 神秘人会追加一百 原本莫扎特怕的就是神秘人 一听到追加报酬 他连忙让萨列里帮忙 将他脑中的安婚曲写下来 因为有了这些钱 老婆孩子说不定就回来了 莫扎特尽管异常虚弱 思维仍旧快速跳跃 在人生乐器之间游刃有余 萨列里惊叹不已 他终于见识到天才是如何创作的 此刻的萨列里 已沉浮于莫扎特的才华 他似乎也沐浴在上帝的荣光里 不曾想莫扎特沉沉地睡去 再也没有醒过来 35岁的莫扎特 留下未完成的一座安婚曲 撒手人寰 他的尸体被一把石灰草草地处理 而那些不朽的音符 已经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活着的萨列里则要看着自己的音乐 一点点被世人所遗忘 无人问津的痛苦 将他折磨得吃吃傻傻 萨列里绝非庸才 他曾创作许多优秀的作品 更是贝多芬 舒伯特和里斯特的老师 只不过在上帝的宠儿面前 音乐大师也相行见处 自觉庸才 甚至认为庸才也是一种罪 可世间并非除了天才 就是庸才 再说天地有大霉而不言 即便是庸才 也有它最闪亮的位置 好了 我是K猫 我知道你也藏着很多好电影 请订阅微信公众号 看电影了没 告诉我 我将给所有人亲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微信公众号